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两年前八八水灾 路段桥段造成人员伤亡 而灾难发生之后 台东县私立的宫东高宫 有五名同学他们决定要发明断桥警示装置 经过两年长时间的这个研究跟改良 这个月11号获得国家专利 不过这时候刚好就发生了日本大地震 这五名学生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 他们决定要让这个专利捐给政府造福更多人 这几年来环境剧烈变化 引发的灾难一次比一次大 桥梁断裂 人车伤亡惨重 但灾难发生时的状况很难掌握 为了让桥梁一发生状况 马上就能对用路人发出警告 五名台东县私立宫东高宫的学生 在八八水灾一个月后 做出了一套断桥警示装置 利用五百元的围动开关设计 一感应到桥梁有改变 就马上发出声光效果的警告 提醒用路人停止前进 这项发明经过一年多的再改良 申请国家专利 就在这个月十一号 日本发生大地震当天 拿到了国家专利证书 这五名学生也马上放弃 可以赚进大笔财富的这项发明 要捐给政府来挽救更多人民 让各界来去改善这项东西 或者是说让这项东西的功能 发挥到最大的效用 到底真的要把它给捐出去 还是说你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意外的火花 那他们是觉得说把它捐出去 对他们自己来讲是比较好的 其实这个断桥警示装置的发明 交通部曾经向学校询问有关的细节 如今学生又主动要捐给政府 未来有希望装在国内的桥梁上面 而且就像发明五月份也应邀前往马来西亚 参加国际科学展 将台湾的断桥警示装置发明 推向国际造福人类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